旋律燈光秀搭配舞蹈走秀表演 整场活动宛如时尚发表会 台湾目标2050年达到近零排放 德系车厂也在风潮之下 一举推出全新电动车 将新车车门打开 全新内装设计简约奢华的风格 其实暗藏玄机 非常重要 因为它有我们的DNA 它是超级质量 有很多玩意 使用纯电车款式线探中和 汽车业者从底盘设计 软体开发电池容量 以及移动方案四大面向设计电动车 但续航能力以及充电方部方便 仍然是车主们的重要考量 所以我们的概念是 便宜 所以客户真的不必担心 任何转据解决 我们与很多CPU 转据管理工员 提供500转据 在台湾上 我们可以加大量的电池 在这个车上有556公里的电池 平滑电网的这个功能 让我们在可能使用这个灰电的时候 可能没有耗的那么多 那在这个过程中 事实上是把碳减下来的 德西车厂充电新进数 让充满电甚至不用30分钟 因为台泥除能也和车厂合作 推出全新低碳除能柜 容量可达400度电 配合政策大力推动绿能发展 未来除了让电动车充电更快速方便 也进而达到减碳效果 为净零排放共请一份心力 明星晚上在李西台北报导